大家好 市长妈妈要恭喜所有的毕业生同学们 顺利完成学业 您要毕业咯 恭喜 在这里我更要向所有的教育伙伴表达最大的感谢 由您为陶城的学子来付出与陪伴 才能让我们的孩子们成长茁壮 带着勇气与期待前进下一个阶段 也谢谢所有的家长您的支持 让我们一起陪伴孩子 孩子有个快乐的未来 孩子们 未来要像发射的火箭一样 无所畏惧 不断的突破与创新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祝福各位同学 蓬城环宇 航向未来 今天我还要送给孩子们一个特别的礼物 因为在线上的关系 我们邀请几位特别来宾 也为您送上特别的祝福 请大家一起来观赏 哈喽 大家好 各位嘉义士的应接毕业生 我是黄子娇 相信你们都觉得很可惜 没有办法实际的参加真正的毕业典礼 只能在线上交流 就像我也一样都没有上班 都宅在家里面防疫 可是防疫很重要 我们一定要挺过这一关 才会有下次开心的重逢 在此也祝福各位毕业愉快 那过去的很多回忆 就记在脑海里 接下来勇敢的出发 迈向新的旅程 交新的朋友 学新的课程 当然防疫期间 我们还是更要在意的是 身边还有自己的健康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来对抗疫情 最后呢 也相约 网路上见咯 现在有网路 其实彼此互动也很方便 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也可以透过网路 透过社群的平台 社交软体 跟你 要感谢的老师 校长 或者是同学 说一声 谢谢你 都想 我们有缘再相见 OK 我们还是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 就是拥有温馨的毕业时刻 各位毕业生 大家好 我是陶晶莹 虽然因为COVID-19的关系 大家没办法到现场参加毕业典礼 但是在这里呢 我送给毕业生三个目标 第一件就是 因为呢 现在这个时代瞬息万变 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期许毕业生们 能够有随机应变的能力 你要能够观察周遭的变化 然后改变自己的能力 第二件事呢 就是你要有随时学习的能力 虽然不能去学校上课了 可以在线上上课 还有你的手机 不是用来看梗图或废片的哟 它也是可以随时随地的学习 在这个时代 只要你有手机 能够连上全世界 你没有停下学习的借口 第三件事 就是因为 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你要更懂得珍惜 还有感谢身边所有的人 祝福各位毕业生 拜拜 哈喽各位毕业的同学 大家好 我是文生好 毕业了 祝你们蓬城万里 但是接下来人生 还有许多必须挑战的事情哦 你们的人生下一个阶段才刚开始 记得要勇于尝试不同的道路 也要永远记得自己要的是什么 期待你们在毕业之后的路 都能够走得顺遂 遇到失败了 也千万要勇敢的站起来 祝福你们 老师以及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Lego李维 谢谢你们的邀请 让我用这样子的方式 参加你们的毕业典礼 今天是你们很重要的日子 好好进驻吧 不要忘记 谢谢一直照顾我们的师长 以及互相陪伴的同学 祝福你们 毕业快乐 哈喽各位毕业生大家好 我是连春香 在未来的人生 有更多美好的事情 等着你们去体验 恭喜你们毕业了 然后在未来 也要好好的督促自己 能够每一天都进步 未来是你们的 加油 哈喽大家好 我是元一格 在这边祝福大家 毕业快乐 然后呢 希望从此之后呢 你都可以继续做让你快乐 跟喜欢的事情 然后也祝福你 从此过着幸福快的日子 大家好我们是这群人 祝所有毕业生 毕业快乐 我们刚一期所有的毕业同学 大家好 恭喜礼拜 恭喜大同学 再分祝大家毕业快乐 恭喜恭喜啊 虽然是这个疫情的严峻时刻啊 但是毕业还是非常值得 恭喜大家 很开心的一件事 值得庆祝的一件事 但大家不要觉得说 好可惜 为什么没有毕业典礼 没关系 大家线上毕业典礼 是非常特别特殊的一个经验 只有你有 只有你有 也是一个难忘的回忆 你几十年之后回想起来 只有我有 跟大家都不一样 对 毕业典礼是一个里程 一个里程碑而已 跨入下一个阶段了 下一个阶段也祝福 大家都可以非常地顺利 顺利 不管要升学的 还是要工作的 踏入社会职场的 都可以素顺利利 那这边祝大家身体健康 患事如意 毕业快乐 毕业快乐